来 看睫毛贴好了 眼妆都可以不画 哈喽 大家好 我是Sam of Sam说 今天来总结一下贴甲睫毛遇到的难题 比如我们脱胶 贴完甲睫毛非常的突兀 又或者真假睫毛分层 那所有原因都是因为你没有看到我这期视频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是包胶包会 新手速成 妈生睫毛 首先我们先准备好贴甲睫毛的工具 睫毛胶 镊子 剪刀 还有假睫毛夹 首先很多人第一次贴假睫毛都不会很自然 由于假睫毛它的长度都是一致的 但我们每个人的眼睛有长有短 所以我们开始了还是要需要花一点点时间 了解一下适合自己眼型的睫毛长度 在假睫毛之前一定要先把你的真睫毛夹敲 对了 假睫毛一定是要整个眼妆完成之后再去贴 首先我们取假睫毛也有讲究的 只需要掰两头 这样就不容易损坏假睫毛了 第一步我们先把这个鱼丝梗盘一下 让它更圆润 接下来我们先把不散掉的假睫毛 放在你的眼睛量多一下长度 那说明我的眼睛呢是跟这个长度是大概一致的 所以不需要多余的修剪 但必须要把这个多出来的鱼丝梗剪掉 两头都得要剪 那如果你的眼睛比较偏短啊 我们只需要修剪的是尾部 头永远不要剪 OK那修剪好了就开始散胶了 先垂直均匀涂在鱼丝梗的正中央 我建议大家呢去买黑色的睫毛胶啊 因为干了之后就像眼线一样 不会发白 吹三秒掀气 随后头和尾再加一点点胶 避免它翘头 三动五秒之后 眼睛朝下看 因为我用的是黑色胶 所以贴出来它更自然 要注意拿假睫毛的手势了 梗要朝下 尽量的靠近真睫毛的根部 在胶水拌干状态 用粘质夹着假睫毛 先放在你的眼睛 真睫毛中央 固定住了之后 再把头和尾粘起来 趁它没有干脱的时候 你可以尽可能的把这个鱼丝梗 往下靠近你的真睫毛根部 往下掰扯啊 调整完天合度之后呢 眼睛往前方看镜子 尽可能的往上掰一掰 不要让假睫毛挡住你的眼白 通常我们填完假睫毛之后呢 会出现真假睫毛分层 这种时候呢 就可以用这种局部睫毛夹 把两层睫毛夹在一起 轻轻的就好 为了让真假睫毛无缝衔接 所以呢 用一个睫毛打底膏 把两层睫毛刷在一起 如果你没有办法 把真假睫毛刷在一起的话 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用镊子的尾部 把你的小拇指 抵在睫毛上方 用镊子压一压 连在一起 这个方法 摆四百零 来看一下左右的对比 不管是近看远看 眼睛都会非常的自然 好了 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是入门级最简单的睫毛贴法 那后续呢 我还会出一个系列就是 李明星在4K镜头下 睫毛是怎么贴的 还有下睫毛 三段式睫毛 如果有人想看 进阶式的教程呢 记得大幕扣1 更多美当点事 记得问我 以至于你们 See y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